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的8月19号采访他的 没想到啊 这一场采访 或者更准确的讲 这一场采访前的一次闲聊 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当时呢我就跟教授说啊 说聊到了我啊 这个带孩子啊 他呢就 哎呀 有点遗憾地说 我的女儿和你差不多大 但她不想要孩子 我啊 可能当不了外婆了 我就奇怪 我说 哎 他为什么不想生孩子 是因为工作太忙吗 他说不是 他是不愿意呢 带一个生命啊 到一个没有希望 越来越糟糕的世界 我一下就懵了 当时我的儿子才两岁半 是一个特别热爱自然的宝宝 听了他的话 我突然在想 我是不是带我的儿子 到了一个越来越糟的世界呢 这里呢是我调研发现的 各种信息当中的三个数据啊 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0.06摄氏度 是1850年以来 平均每年地球气温上升的幅度 十万 是每年因为塑料垃圾而死去的海洋动物的数量 4800吨是平均每秒南极冰川消失的体量 看到这些数据我说 这个Dr. Gerson的女儿说的没错呀 这个世界是好像越来越糟了 但我呢也在问自己 我们真的只能这一条路走到黑吗 这些数据呢让我觉得啊 我们确实是在一个最坏的时代 但这个时代也让我看到了希望 因为这个时代啊 个人力量无比强大 而且很多个人的力量聚集在一起 已经开始改变我们世界运转的很多方式 在共享经济之下呢 无数个体的司机啊 改变了我们出行的方式 因为有了像免费午餐这样的平台 很多一块钱一块钱的捐款啊 让十几万的贫困儿童 也能呢吃上热腾腾的午饭 而因为有了社交媒体啊 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民 也有了直接销售的渠道 一年能卖上百亿元的产品 这个呀也在帮助呢 改善了农村的振兴 看看我们的力量聚集在一起 能干多少大事 但是呢很多呢 我们力量聚集在一起 产生的影响呢 也并不都是我们想看到的 我的手上呢 有一根呢 大家经常用到的吸管 这个吸管很小 还不到一克 但你能想象吗 每一天 美国这一个国家 就要消耗五亿根这样的吸管 每一年 有八十亿根呢 这样的吸管 要流入我们的海岸线 大家可能很多人 看过这张照片啊 看过的人呢 都很难过 但是这一只呢 因为吸管而受伤的海龟 它可不是个案 我刚才说了 每年十万只 因为呢 垃圾污染 因为塑料污染 而死亡的海洋动物当中 就有很多是受到了 这样一根吸管的伤害 我们很多人 这样一个小的动作 小的习惯 就是产生了我们 不愿意看到的影响 当然反过来 当我们所有人 都做一些正面的 小改变的话 我们也能产生 不可估量的力量 现在呢 我工作的重心啊 很大一部分呢 就是在运营 一个可持续自媒体 Origin研究所 同时呢 主持一党呢 可持续的播客 Origin进化论 每天啊 我的小伙伴们 都在讨论 如何可以呢 发动更多的人 在生活当中 做出一些 小的正面改变 让我们的世界啊 不要越来越糟 说到这儿呢 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 我要开始建议了 大家什么高温下 不要用空调 不要买 用塑料包装的产品 等等 不方便 让我们不舒适的事情啊 当然如果大家都能这么做 确实是对地球挺好 但是我也知道 让所有人放弃 现代生活带来的便捷 是不可能 也不现实的 所以呢 我眼中的可持续生活呢 是通过创新 通过改变 我们的生活方式 通过科技 通过我们认知上 消除一些 不可知的东西 来让我们的生活质量 变得更高的同时 也对地球更好 具体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消费方式啊 大家看到呢 这有两个土豆啊 它们从品种 口感 营养价值 要来说的话 没有什么区别 唯一的不同是 左边的这颗土豆啊 它的颜值有点低 但其实呢 食材界啊 和这颗土豆 差不多的呱呱果果 还有很多 它们因为长得太难看了 就连这超市 连菜场的门都进不了 每年我们有30%到40%的农产品 是要被浪费的 其中很多就是因为 它们长得有点难看 比如说美国 一年因为长得丑 而浪费的这些食物 有差不多200亿磅 会造成1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和一些不必要的碳排放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所有人 都能接受这样 丑丑的呱呱果果 上我们的餐桌 我们可以减少多少的浪费 多少的碳排 还能够压低我们的账单 是不是对你我 对地球都更好一点 很高兴的是呢 现在全世界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商家和活动 开始去销售这些 又便宜又丑的食材 在推动这件事情的发生 另外还想让大家看看 我手上一个纸杯 一个塑料瓶 你们觉得哪一个的污染 会小一点呢 有人觉得吗 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 是这个纸杯 因为这纸杯看上去 还是一个木色的 感觉很自然 感觉搞不好 还能够自己降解 而且很多人也以为 我们现在提倡 降低这种纸杯的使用 是因为想要减少的 树木的砍拔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看不清楚 你其实拿到纸杯 你也可以摸一下 里面有一层塑料层 这个塑料涂层呢 是为了能够提高这个纸杯 隔温防水的性能 但是因为这个涂层 会造成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呢 就是我们在喝饮品的时候 尤其是热饮的时候 会有大量的微塑料混进去 威胁我们的健康 第二个结果呢 就是啊 因为这个纸杯的纸盒 塑料是两种材料 很难分离 或者说分离的成本很高 造成的结果是 超过99% 这样的纸杯 是没有办法 回收循环利用的 相反 刚才我说到这个 可能看上去更污染一点的 这个塑料瓶哦 是现在回收利用效率 最高的瓶类之一 每年啊 我们要使用 差不多5000亿个 这样的纸杯 想象一下 它们放在一起 对我们的健康 对我们的地球 是多大的危害 所以如果我们能使用 我们的自带杯 去喝咖啡 去喝茶 是不是对你我 对地球都更好一点 我们再来说一说啊 这个拥抱创新 拥抱创新材料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身上的这个T恤 你们猜猜它是用什么做的 没有答案吗 你能想象吗 这就是八个塑料水瓶做的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看的 这样的塑料水瓶 大家再看看 我现在这个眼镜 你们猜猜是用什么做的 这个呢 是用啊 捕捞的废旧鱼网做的 那制作呢 这个衣服和眼镜的公司呢 叫做好评 我是在做Origin进化论的播客节目的时候呢 遇见了它的主理人苏帕 苏帕告诉我 就是通过做这样的T恤 做包包 做眼镜 他们已经回收了超过140万个 这样的塑料瓶 而且还有约3.4万平方米的鱼网 他还告诉我啊 他们未来的工厂呢 还将呢 拿这些瓶子 直接做成沙线 这就可以呢 减少啊 现在回收过程当中的一些流程 进一步地降低盘排 而这样啊 用创新带来的可能性呢 还有很多 而且有很多呢 都是在我们中国发生的 再来分享一张照片 这个呢 是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啊 在上海周边的一个工厂拍的 这个工厂呢 是三个00后创办的公司 叫宜如生物 大家看看 这个大钢 你猜他是在干嘛 这是在培养菌丝 做皮革 这样的皮革 那用这种生物基的方式的皮革呢 可以减少啊 传统方式当中使用的 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 不但呢 可以降低污染的同时 也对我们的身体 更加的友好 可能很多朋友要问了 用菌丝做的这个皮革 它能结实吗 这个呢 是我拜访当天呢 遇到他们一只团宠 非常可爱的小猫猫啊 这个猫猫在我面前 就一直用它很尖利的小爪子 在抓 它们用菌丝的皮革 做的包包 好在呢 这个包包啊 安然无恙 什么化痕都没有 大家呢 要是有机会 也可以自己去试一试 另外呢 还想跟大家分享呢 这几张照片啊 都是大明星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谁 搞不好在座呢 还有很多是他们的粉丝 那这三张照片 有一个共同点啊 就是 他们带的包 都是Prada的 为什么要给大家看 这张照片呢 因为这些Prada的包包 都是利用了 用这些废弃的地毯 幽灵渔网等等 垃圾做的可回收 尼龙制造的 而生产这些 可回收尼龙的工厂 就是江西的金泽制衣厂 而Prada呢 在增加了这些 可再生尼龙的材料之后 在过去五年啊 他们可再生材料的比例 已经上升到了80% 到去年为止的 四年时间当中 他们的销售额 增长了30% 这样的创新 是不是让地球和我们 都成了赢家呢 最后啊 还想和大家分享几个数字 首先呢 是来自联合国 粮农组织的 可以看到呢 森林消失的速度 正在放缓 而且尤其是在亚洲 在2010年到2020年 在亚洲的森林的 净增长量也是最大的 尤其是集中在 我们所在的东亚 中国 平均每年的森林 年净增长量 已经达到了 190万公顷左右 再来看看这些 我们都非常喜欢的 濒临烈绝的动物啊 像山地猩猩 老虎 海豹 蓝鲸 让人欣慰的是 这些濒临烈绝的 动物的数量 已经开始增长 而可爱的大熊猫 更是从 濒危降到了 异危 再来看一下 垃圾 塑料袋的使用 正在因为各国的 各种政策而减少 比如说在英国 从2015年 引进了五遍式收费之后啊 整体塑料袋的使用 降低了95% 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在一起的力量 真的可以改变 这个世界的未来 所以希望各位 你们一定要相信 我们都可以成为 拯救地球的超级英雄 谢谢各位的时间 最后还想和大家 分享一个 我们做的短视频 改变是本能 更是理性的行动 我们相信创新 坚持和每一个 小小的改变 以后我们一起 就是最大的力量 把爱与希望传递 生生独息 让地球和我们 活出该有的样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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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